Hello 大家好 今天穆sir又打算和大家說說中國歷史 今次說明朝 其實我們之前也說過明朝的結束 皇帝叫甚麼名字? 明朝崇禎 沒錯 我們剛才去完 在景山公園也看到他自盡的地方 但今集我們就說說 為何明朝會滅亡 過去通常說中國歷史中 皇帝都說天亡我也 究竟是不是真的天亡我也? 很多時候 朝代的滅亡都伴隨著一些天災 不過 明朝這一次 可以說真是天亡我也 為何這樣說? 因為 天突然間出現極大的變化 因為說到 我們之前上一次也說過 在整個歷史上 是會有蝴蝶效應 同時也有些氣候因素 會影響著朝代的更替 而明朝 他滅亡的時候 正正就是在近百萬年當中 最寒冷的時間 即是有多寒冷呢? 其實這個 說在150至1644年 大概這60年之間 在千年當中 他的平均溫度是最低 按照一萬年來計 也是排第二低 因為如果說人類文明 在近百萬年的歷史 近百萬年的歷史當中 這一次的所謂的小冰河時期 都可以說得上 是排在前六、前七的位置 正正因為天氣的原因 就導致一連串的反應發生 首先大家都知道 其實崇禎 很多人都同情他 認為崇禎的滅亡 他自己的個人因素 就不是一個最主要 因為原本已經 到他手的時候 已經在一個萬劫不復的景地 崇禎就算自己 怎樣勤政勵志 都很難可以解決 當然也有些人說 崇禎有第二個主要的個人問題 就是剛壁自容 不過這個我們這次不說 我們這次說天怎麼對他 因為在個人因素當中 崇禎為何他的年號會選擇崇禎 知不知為何 崇禎的意思是甚麼 崇禎的意思是當時有些大臣 給了四個年號他選擇 而他一下子就選擇崇禎 崇禎的意思是對於當下這個明帝國 美好前景的一個祝願 其實他覺得 只要在他自己的強正例子之下 會像他先祖的朱元璋一樣 可以再創明朝的輝煌 和他上手的皇帝 即是他哥不一樣 因為他哥稀中 所有事情都交給幻官 毅忠賢去做 自己對權力又不眷戀 又喜歡搞木工 不上朝 所以他就完全不一樣 更加可以說他在明朝當中 是小友 在位十七年當中 從來沒有興建過任何宮殿 更加帶頭要他的妻子 即是皇后 要截儉持家 自己去財布祭三 但天就跟他作對一樣 在他職位之後的第三年 氣溫就開始急降 看回我們的歷史數據當中 看到大概時間由1630年開始 每年不斷地平均溫度下降 直至有什麼時候呢 去到明朝滅亡 即是1644年 1644年可以說是降至中國歷史上 近幾千年入面最低溫度的一年 也都在這一年 李志誠攻入北京城 然後的歷史大家都知道 李志誠攻入北京之後 停留在北京沒多久 再殺上山海關 想要擊敗吳三季 但吳三季就放清兵入關 加上多爾滾的援兵 最終李志誠 在北京城都沒有做幾日皇帝 就滄黃逃脫了 最終清朝正式入主中原 那究竟除了氣溫下降之外 究竟天要怎樣亡明朝呢 原來自崇禎元年 即1628年開始 北方就開始大汗 根據這個漢藍族郡子當中的記載 崇禎元年 全閃天赤如血 五年大基 六年大水 七年秋黃大基 八年九月西鄉刊 略陽水爐文社傳沒 九年漢王 十年秋和全無 十一年夏飛黃閉天 十三年大漢 十四年漢 可以說在崇禎朝以來 基本上陝西這個地方 連連都發生漢災 因為漢災 皇帝就要減少他的開支 所以他做了一件事 引發李志誠的出現 財源 沒錯 財減易卒 當時就有一些大臣提議 這個易卒當中 公事只佔十分之二 私事佔十分之八 基本上這班人如果財減了 每年可以省下六十幾萬兩 所以他就財減 正正一財減易卒的同時 閃北又大漢 這班原本有公開 或有胡口做的易卒 最終既沒有生計 家庭當中又沒有農作物收成 於是引發到李志誠 起兵造反 當時有個傳聞 就說李志誠起兵造反的時候 陝西就落起一場大雪 他就對天發誓 將一支箭插入泥土當中 就說如果這場大雪能夠遮蓋到這支箭 他就做皇帝 如果不是他就沒有 最終那場雪的確沒有遮蓋到 他插入泥土裡的箭 於是大家都知道歷史當中 他沒有成功奪得全國的政權 同時因為氣候除了變冷 亦都變乾 這件事也激發到 他的另一個對手 更加有勇氣 更加有這個動力 要進入關內 那班就是 滿洲人 是的 即是當時的女真 沒錯 你知道發生悍災的時候 有一種昆蟲自然而 在基因突變之後 就會變成一個災害 就是 黃蟲 是的 沒錯 黃蟲本身不是那麼大隻 但不知為何 他感應到會有抗災 他就會大量繁殖 然後變成那麼大隻 原本他應該好像蜥蜀 那樣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陝北地區 崇禁十年至十四年 連續有五年 都有非常嚴重的黃災 這個黃災可以說在元朝加上明朝當中 這三百多年裡面都很可見 而且這個漢區不單止在陝北 還會不斷向南和東推展 而原本的漢區又沒有消減 不斷增加新的漢區 根據歷史記載 在明末的時間 遇到四級以上的漢城的地方 蘭州持續了四年 蘇州持續了六年 山西太原持續了七年 鄭州洛陽持續了八年 西安持續了九年 而最最最嚴重的地方 就是在陝西的延安和榆林 這兩個地方 是持續了十三年的漢災 一般來說 正常我們中國人都有儲蓄的習慣 一個國家也好 一個家庭也好 擁有三年的儲糧 已經算是非常富裕 但一旦這個漢災發生超過四年 而政府也沒有得到相應的賤災 基本上就真的聽天由命 加上崇禎帝為了折省這個糧食 更加停止了向關外 本身其中一個盟友 朵三衛的糧食供應 於是最終令到這幫人 就和呂真族勾結在一起 然後就最終幫助呂真 即是後來的滿洲 公婆的長城防止 那既然飢荒沒有食 那你猜那些人會吃什麼呢 吃人 人相食當然有 但比人相食更嚴重 就是吃了那些 本身大家不會吃的老鼠 那吃老鼠會有什麼問題 老鼠有很多菌 沒錯 所以發生了很嚴重的鼠疫 從崇禎十三年 剛才也說了 崇禎皇帝就做了十七年皇帝 去到十三年的時候 去到這個1640年 河北就發生嚴重的鼠疫 一開始是腺鼠疫 後來更加引發到 變成廢鼠疫 即是可以透過飛沫傳播 當時的公共衛生條件 當然沒有現在那麼好 隔離沒有做得那麼足之下 在一年當中 京城的人口減少了百分之四十 那跟歐洲的核死病好像 沒錯 其實除了這次之外 在二十世紀初 我們中國的東北 都有另一次很嚴重的鼠疫 而那個去治理鼠疫的人 更加成為第一個提名 拿諾貝爾生物獲獎的中國人 提名而已 最終沒有獲獎 而這場鼠疫 最終持續了大概四年左右 去到一六四四年 即是當清朝入關之後 自自然隨著溫度上升 又消失了 這個可能是應驗了 我們中國人傳統有的說話 大疫不過三年一樣 過了之後 就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沒有了 好像我們今次見的新冠肺炎一樣 都是三年左右 自自然就好像沒有了 所以說整個氣候可以說是大明最主要的對手 因為沒有那麼冷 另一方面的敵人 即是滿洲 就沒有一個非常大的動力 要去衝入關內 剛才說到 在1580年開始 氣溫就開始慢慢爪降 所以最終也沒有那麼容易 可以打贏這一場薩爾虎之戰 因為當時氣溫爪降之下 原本打算四路夾擊 圍攻清軍的明軍 因為大雪風山的原因 不單止沒有形成合力之圍 更加最終被清軍逐一擊破 而另一場在明朝天啟六年 即是大概1626年的時間 魯爾哈赤帶領他的八旗兵 就乘著嚴航攻打國華島 因為那是一個島 而這個島上儲存了大量明軍的戰略必需品 因為天氣太冷的原因 這個海面已經形成了一場很厚的兵 基本上人馬都可以走 所以最終這個明軍 就算怎樣想作破這些浮兵 阻隔清軍入侵 最終都是失敗告終 所以說歷史就好像和大明王朝作對一樣 在改朝換代之後的第二年 氣溫自自然而開始提升 根據歷史學家不完全的統計 他就說在萬曆年間和崇禎年間 兩次鼠疫的大流行當中 在華北的陝西、俄北省和山西 這三個地方合起來因為鼠疫而死人 不下於千萬人 但更加令人驚訝的是 當順治入關 即是一、六、四、五年 順治二年的時候 這些鼠疫就不知不覺消失了 而因為氣溫的上升 明朝萬曆年間由海外引入的 粟米和紅薯等等高產量的農作物 亦都因此而去到清朝得以發展 幫助解決了老百姓的溫飽問題 因此才導致後來清初的時候出現康翁乾的城勢 所以有些歷史學家說 其實明朝是誠也於天 敗也於天 因為明朝的建立 正正因為沿沒的時候 有另一次的惡劣天氣 加上黃河缺堤 而導致大量民眾走出來一起起義 而去到明末之際 亦都同樣因為氣溫罩降 罕災頻發 加上朝廷無力震災 最終導致明朝斷送天下 所以那些太監宣布皇帝的召約 第一句是甚麼 奉天成運 奉天成運就是這樣意思 即是說天 包括了我們的氣候 包括了我們的天氣 是影響著整個朝代的興衰 不是因為皇帝是天子嗎 那這個是迷信的說法 如果崇禎皇帝真的是天子的話 那天也不會降那麼多溫度 好了 那今集關於明崇禎的故事 講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點讚 留言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鈴鐺 下次再和大家講其他中國歷史 拜拜 if tant gratitude 如果是一個地方 光朋友 進秒鐘 不提醒來 還好 日 Singapore 通常 Visit 單